我这个问卷前方就已经有跟各位讲 我们的课程的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 当然你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自然而然你就不用一直加班 工作也比较切 也没有压力 我发现现代的很多人就是上班就会有压力 就不喜欢上班 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心情就沮丧不好 但是如果相反的 你的所有技能都符合的话 哇你上班会很开心 虽然我来这边上课 我说真的我去任何地方上课我都很开心 完全没有压力 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每次都忘记我在上课 有时候聊得太开心就觉得 好像在聊天一样 怎么一聊就下课了 切换回来 所以我们目标是希望培养这个 以Sale函数 函数就可以组成公式 再来的话延伸到VPA 那VPA跟函数最大的差别 函数一般解决单一简单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连续且复杂的问题 我建议还是要写VPA程式 或者是说有很多问题是利用函数无法解决的 其实还蛮多的啦 有没有 我希望做什么 有没有哪个函数可以解决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 要不然就是有 可是做出来的公式会超级复杂 超级复杂 你干脆写程式算 所以呢 与其这样 我倒不如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把VPA程式学好 而且这个专业技能 将来其实你还可以延伸到程式的 当然不是只有VPA 其实在ChallgyP還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将来如果你要学另外一个程式 比如说你要学现在最夯的PiS 很简单 你就把VPA的程式贴上 底下加几个叙述 请帮我转换为PiS PiS 对 我刚开始还一直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什么 这样子的话如果可能 那我们要干嘛 对 我们就失业了 对 结果呢 得到的结果 真的超过我的预期 太厉害了 所以我刚才一直想说赞看 OK 不是赞叹师傅 是赞叹AI OK 另外的话除了说可以转Python 其实转其他也OK 像那个Excel是等于是电脑版 但是如果加上你要用云端的话 通常会用Google的试算表 那Google试算表 它里面也有写程式的地方 它不叫VPA 它另外一个名称叫GAS 叫Google Apps Squibs 就是它又另外一个程式 它这个背后其实语法比较接近JavaScript 可是你说老师我连VPA都学不好了 我怎么可能学得好GAS 那我之前就是教GAS 然后我想说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一个办法 请出ChartGP帮忙 请帮我把某个程式我上课的一样教材 贴上去 请帮我转换为GAS 我还没有特别跟他解释 GAS是什么 他就帮我全部写出来 然后把他写出来的程式贴到执行的地方 一执行发现 可以耶 哇 简直让我觉得哇 太好了 所以你说以后你干嘛要学那么多东西 而且以前人学程式真的累到都不行 很多人学到一半就想要放弃 为什么 哇 怎么做这么多规则 这么东西要记这么多 这么多 而且还没有结束 而且记这么多之后我还能干嘛 我还是不能干嘛 对不对 常有同学说我学很久了 为什么还写不出来 哎 这个问题是好问题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写不出来 我后来发现 我要能够把程式写出来 除了说他要努力之外 可能还要一点天分 如果你没有天分 你不要想要学程式 因为你一定会想放弃 有没有 很多人没有天分嘛 但是我觉得 有AI之后 你不需要天分 你只需要会用 AI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他颠覆了嘛 他等于是说 以前你要背很多东西 你要学很多东西 你要记很多东西 但是你现在都不用了 因为现在只要会用 效率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后面的主轴 真的只要会chargeGPT 哇 就搞定了 那目前chargeGPT 你说老师 你没有用过chargeGPT 我看一下 他有没有用过 底下有没有问题 好像我的问题 有没有使用过的经验 我来看一下 大家的状况如何 底下的话 有没有使用过chargeGPT呢 好 为什么 有没有 这里 有 反正58.8%的 从来没使用过 OK 所以 你们来上这个课 应该是对的 OK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不会的话 等到你会的时候 你想要会可能太慢 来不及了 OK 你别要早知道 我觉得 而且以后啦 你们可能在下一代的人 学东西都要用AI的 有没有 你习惯了之后 你怎么可能回得去 就像你会用智慧仪手机 叫你回去用智障手机的话 你还觉得 这什么东西 你给我这什么 对 你如果把那个Nokia 给你的小孩子用 他就说 这什么东西 这是手机吗 对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手机 而且最夯的就是Nokia 对 但是你现在给他他觉得说 这什么 什么鬼啊 对 而且他touch 为什么他不能touch 对 就像我记得很久以前嘛 那个智慧仪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那大家都用智慧仪手机 结果有些老人家他不是用 还在用折叠机嘛 然后我不知道 他是好像怕说别人笑他 他还假装在那边touch 有没有 大家有个人在那滑手机嘛 他还假装在那边滑手机 我想说 你这手机不能touch啊 你怎么在那边滑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说要跟大家都一样 不然会觉得很丢脸 我不知道 OK 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 应该都会导入去 而且以后呢 甚至他会兴起很多的革命 像那个 现在那个什么微软公司 他已经推出就是AIPC 他就直接就导入就是AI 他那个电脑本身就是for AI使用的 虽然很失败 但是至少他推出来 那以后他会标榜什么AI手机 AI手机应该也不是什么新意 只是说他要能够怎么样 真的是一个AI for AI使用的 不过前提可能需要一个晶片 现在可能用那个NVIDIA的GPU 但是未来应该是NPU 会有真的for那个AI用的 不过目前还不成熟 什么时候会成熟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可能很快 我想以目前推进的时程来看 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OK 好 那所以哦 如果假如呢 你们对于那个GPT不熟悉的话 你说老师那怎么用 交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你们应该会Google吧 不会连Google都不会吧 20年前Google当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没有人不知道Google了 OK 一样的道理哦 这个感觉跟Google有点蛮像的 轨迹真的蛮像的 那你把它Ctrl C Trash VT 或者你直接打在哪里 打在搜寻这个地方 把它贴上并搜寻 第一个就是了 那我是建议你进来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Start Now 你就直接登录 但是你说老师我没有注册啊 没关系 我是建议你直接先登录Google账号 应该大家都有了 或者是你微软 微软应该比较少 Apple账号也可以 那你就直接点这个 先登录Google账号之后 再透过Google账号 直接进到Charge VT 这样子就OK了 底下就可以开始发他问问题了 什么问题都可以 不是只有程式 但是我们课程主族是程式 其他都可以问 我也试过 每天没事问他一下 但是我发现他回答的答案 比专业的还更专业 像是医学方面的 OK 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 你可以问他一下 比如说现在对健康危害最大的 其实有一个东西 但他胆固存会太高 其实一般医学上 我看很多书 其实对心血管疾病影响 反而是比较小的 最大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大的第一名 其实是反式脂肪 人造奶油 OK 为什么因为身体没办法带一些 会囤积吗 第二个可能你都想不到 叫做沙拉油 植物油 你想说植物油很好啊 你们自己查查看 OK 那为什么人会像失智 失智症好像跟沙拉油很有关系 我看很多本书都说 沙拉油会造成失智 为什么? 因为那个沙拉油它是Omega6的 Omega6的油 会反复造成身体的发炎反应 OK 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发炎 然后缓解 发炎缓解 那当然会造成很多 像脑细胞就会容易退化 我看着 我不是医学 但我很认真学习是真的 然后还有你说怎么办 其实你们可以查一下 像Omega3 Omega3刚好跟Omega6刚好颠倒 它是 一个是造成发炎 一个是让它不要发炎 OK 所以啦 但如果你要健康的话 上面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多答案 我发现上面其实都讲的 哇 好专业哦 OK 我不知道它是一本正经的吹牛 还是 还是怎么样 很认真的吹牛 OK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问问题 直接在这边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那如果呢 是e-sale的问题也可以 只是e-sale的问题要怎么问 我待会会讲 OK 所以第一个哦 今天至少你一定要学会如何登陆 第二个 请你在这边随便问他十个以上的问题 好吧 今天的功课 随便问都没关系 你问别的没关系 不一定要问e-sale 好不好 OK 所以 至少啦 你要熟悉啦 不然你说你 AI都不会用的话 那后面上课当然一定会有问题的啦 OK 好 第一个哦 所以请各位待会就是先登陆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卷结果 这边有个答复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课程需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程度哦 百分之五十八点八 诶刚好五十八点八 这数字好像刚刚有印象 好像就是不会用那个差距离的人 好吧 所以 有大概快六成的同学是入门的 所以我后面会讲慢一点 OK 然后有四成的同学 四成一的同学是进阶的 所以如果你想选进阶 表示你应该会稍微乘坐好一点 乘坐好一点你可以多做很多事啦 OK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到底是有函数有几个 那我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以色列里面最重要就是以色列的函数 因为函数就是帮你解决问题 主要的功能嘛 函数其实是function 方选 中文翻译其实你可以翻译成函数 你也可以翻译成功能嘛 那什么叫功能 就是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 一个东西啦 OK 方选 那总共有几个 大方同学 哇好像什么都有耶 哪个最多 我可以按照得到 那就没 height 你好在说 然后你就雇一样 知识